The diagram on the right shows the position of one Aziza's house and the house of two children OK 然后Aida want to build her house Core Linear, Core Linear是同一直线 这个是同一直线的意思 就是说它在同一条直线上面 OK 然后 Aaa 3A級 然后再加上它的女儿 女儿就是3A級 再要的话也是4A級 然后 And the distance from her house And Anita's house to one Aziza's house is the same OK OK So 它可能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跟这个是 的同样长度的 就 Anita 然后 Find the distance between Anita's house and Ida's house Anita's house and Ida's house And Ida's house OK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跟这个平 然后这边是A 然后这边B C D 这边120度 然后这边250米 这边150米 然后它现在要的是 Anita's house and Ida Anita's house and Ida 它要C D的长度 哎呀 这个其实好像没有什么难度这样的东西 这边是60度 然后这边也是60度 这边还是60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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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呀 好吧 然后 我用对面除对面等于对面除对面吧 OK 呃 所以我 我先做这一个部分先 我先做这一边先 我先做这一边先 这个我给它是X 所以我的 Psi X除150 等于Psi 120除250 OK 所以我的Psi X等于Psi 120除250 乘150 OK 然后我用计算机来按Psi 120除25乘15 然后我拿到的是0.5196 所以我的X等于Upside 0.5196 然后我拿到的是31.306度 OK 然后 呃 我拿到31.306度的时候呢 我这个Y Y Y就会是等于180-120-31.306度 所以我就把8-102 再减Uns 我拿到的是28.693-694度 OK 然后接着我就可以找我的X 所以我就可以找我的Z Z就是我的这个长度 所以Z除Psi 28.694度 等于250除Psi 120 所以Z等于250和Psi 120 然后再乘Psi 28.694度 OK 所以我这边是250除Psi OK 所以我这边是250除Psi 120乘Psi 28.694 然后拿到的是138.6 然后拿到的是138.6 米还是KM嘛 米 OK 138.6 哇 这个已经是它答案了 为什么我不需要去算这个CD的长度呢 因为三个都是60度啊 等边三角形啊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我的AC等于 AC等于那个AD会等于CD 所以等于138.6米 所以那个distance between那两个人 138.6米 138.6米 谢谢大家